当我离开你 不要离开他们 但是离开才会有感觉 才知道在乎嘛 但是还可以再回来 当我离开你这首歌 是非常西班牙味 那我不是在西班牙写 但是我是在意大利 你写的 那意大利的感觉 给我感觉就很浪漫 很欧洲的 那个很自在的感觉 所以我就想要写一个 类似这样的歌 就很自然而然写出来了 所以在整张专辑里面呢 除了有西班牙的风味以外 都还有很多的那种西洋的感觉 然后很RMB的 美国试着唱的一些编曲 然后我也试着去唱 一些不同的感觉 所以也就是说 你当你在写歌的时候 还有当你在选择 这些歌曲的时候 都是很自发的 都是很自然的情况之下 也不是说刻意的去 把它说到成是怎么样 对不对 第十三章专辑 那肯定是会碰到 很多的问题 比如说 因为现在情歌泛滥的 情况之下嘛 对不对 那会不会觉得写歌啊 还有编曲啊之类的东西 会不会碰到很多的困难呢 我想如果你已经有 我已经做了八年了 出道来讲 那做了这十几张专辑来讲 对我来讲 都已经是有经验的 那其实应该是 越做越厉害 越做越顺手 遇到这个平均来讲 对我来讲还不太可能 为什么 因为我常常把一些作品 就好像在过生活一样 那我每天都一样要过生活 每天要交朋友 每天要做很多的事情 那这个东西来讲 我就把它体会成 一种人生的过程中 把它写成歌 那很简单 除非你最近 就是没有想东西 然后完全是 是停的状态 空白的一片 对 那就可能写不出来 但是我是每天 都在过生活 所以我可以有很多的领感 我们就先说说 你现在在台湾 那边的生活情况 那我知道呢 你现在就成为了老板娘了 那做了老板娘之后呢 很多事情都是亲力亲为 会不会说 碰到很多困难呢 不会 一件事情 不可以只靠一个人去做 那一个事情的成功 要靠很多人的帮忙 所以我自己只是一个负责人 就是所谓人家成的这个老板 但是我一定底下 要很多的工作而已 很多的部门 很多的应该要做 就是不同的这个规格的人 那他们把这些事情 都交给他们说 我只是八号司令 你今天做这个 明天做这个 后天做这个 总司令 你除了工作之外呢 自己的事情要忙啊 然后还有你的徒弟 他们的工作要忙 以外呢 你还做了一些慈善的工作 就是有两个称号 是很好玩的 叫老人防护大使 那还有一个是 折衣天使 这两个东西是什么呢 其实这个东西 就是完全分开的 两项公益性的活动 那一个是防护大使 这个最主要就是老人 我要去提倡 这样子的一个防护 为什么 因为在这个台湾现在 最近这个社会 突然有一个 不好的一个习惯 他居然子女会丢弃 他自己的这个父母亲 居然就是 他会虐待他的父母亲 这个真是 很严重的一个问题 所以在这样子 这个防护大使里面 我就必须要提倡 这样子来 大家来去呼吁这件事情 这是不可以发生的 那另外一个 这个折衣天使 这个所谓的折衣天使 他是把它称的是 一个残障者 那他们就是一些 残障者的一些 一个团体 一个基金会 也邀请我来 担任这样一个大使 就是我要帮助他们 然后在一些社会上 或者是一些公共场所 有一些福利上的一些设施 必须要替他们提倡 我是以这样的方法 来去跟他们合作 原来是这样子 所以我看来 你不单是工作上很忙 你还有时间 我可以的啦 我很鸡婆的 不是不是绝对不是 怎么这么说呢 那我相信呢 这次呢 我希望呢 你这次这个专辑呢 能够在新加坡 很成功的 做一个宣传 那之外呢 你回到台湾呢 也做多一点 这些慈善的工作 我一定会尽我的权力 去做很多事情 好 非常谢谢您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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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